现在是第一单元的第四讲,轻松拍八字,在撤八字之前,我们先要排出八字,用天干地支把连月日时四处排出来。 拍八字,以查万年历为主,先排连柱,以每年的历春为鉴,如2019年2月4号历春,出生在之后的人,如2月5日,其连柱就为几汉年。 出生于之前的人,如在2月3号,其连柱就为头一年的戊序年。 第二步是排阅柱,阅柱呢,以节为戒,不认气,每月都有一节一气,全年一共是24个节气。 节一般都在每月阳历的上旬五六号,这是上半年,或者是七八号,这是下半年。 如2019年3月6日,为金泽节,生于之后,如3月7日,为丁某月,生于之前,如3月5日,就为丙寅月。 拍完月阳,拍完月阳以后,就是拍日阳。 农历继日呢,没有很好的推算方法,最实际的办法,是查万年历。 农历继日,如生在2019年3月6日,这一天就为任淫,7日就为鬼某,8日就为甲城,这就是日柱。 最后是排十柱,以出生日当天查时程表即可。 每个时程,即现在的两个小时,如中午的午时,即为11点到13点,下午的13点到15点,即为未时,从表格上看,即可以知道。 这个要说明的一点就是,以当晚12点为两天之间的分界线,晚上12点01分为第二天,日干支,就要转成第二天了。 如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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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度排好之后 就要排大运了 人的命运是由命和运 两个部分组成的 八字即命 指人的一生中的吉凶 运指人生的各个阶段 是指大运和流年 命好的人不一定走运 命不好的人也有可能走好运 大运即出生年的各个月份 按照地规刃的观点 天地万物都有螺旋幅置 反复循环 自相似的结构工人 所以每个月份都能反映 以后十年的人生状态 会有预兆和显示 所以要注意观察 一岁内儿童的情况 起运 有三岁起运的 也有十岁才起运的 推算大运的运行 是从生日起 从万年历上 查到出生之日 以此为起点 难命连干 连住的连天干为阳干 则顺属至下一个节为止 当天不计数 看有多少天 三天为一岁 如十二天 即为四岁起运 十五天 即为五岁起运 遇到有余或不足的 就需住民 一个小时为十天 一日为四个月 根据连住阴阳不同 阅住为起点 难命连住为阳的 阅住顺行 为阴的利行 旅命连住为阴的顺行 为阳的利行 大运一般要排除八步运 尾步运管十年的吉凶 例如 难命连住 天干为乙 此为阴 这是利行 其约住是其某的 其大命 就要从之前的一位 利排为 物影 丁丑 名子 以害 难命连住天干为假的 这是阳的 就顺行 其阅住要顺排 女命呢 如果连住为阳的 叫利行 其阅住是要利排 女命连住为乙的 为阴 则要顺行 其连住为吉某的 其大运要从吉某之后 顺排为 根尘 心事 人物 鬼位 以上是传统的排法 阳顺因利 这种排法是古人源于 天主旋 地右洞的认识 以汉代金房 纳甲法为开端 认为 冬至义阳生 故前挂顺行 夏至义阴生 故坤挂立行 又以十二阴律 来界定那甲之法 六律为阳 左行 六吕为阴 右行 金房的思想 影响了李徐中 徐子平 这两个八字的创始人 于是 大运的排法 也就自然而然地 入词了 平心而论 这个阳顺因利 只是一个文化层面的思考 从整个自然界来看 至今 并未发现 时间的可逆性 六指甲子 也是 杂甲阴阳 滚动顺行 所以 我认为男女排运 不分阴阳 一律顺排 段式会更为准确 这样的排法 以前很多疑惑 也就迎人而解了 下面以某人 阿之为例 男 1893年 12月26日 成时出生 鬼四年 甲子月 丁有日 甲城池 上面一排 是传统的一排 下面一排 是顺排 大家可以 比较 此人以 年甘鬼水 月甘甲木 为用神 以日之有金 为祭神 1959年 流年几亥 大运 木 根 流年七杀为祭 为变动 持续一份职务 如果是 雾土 则立排 至任水正观 为吉 如果是根经 顺排 则深 任水 正观 不吉 看来顺排 还是更有道理 其余的 大家可以 自己对照 多做几例 就清楚了 现在我们讲时差 在排八字的时候 还要注意 下令时 这个概念 我国实行 下令时的时间 是 1986年 至 1991年 另外 排八字的时候 要用当地时间 称之真太阳时 这与北京时间 有所不同 北京时间 为0点 0分时 成都市的时间 当地时 是22点 44分 这中间 就相差了 75分 44秒 当地时间 大家可以 在网上查询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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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